蠻妙的地方就是你標注這個地方 它也會告訴你我到地圖裡面怎麼走 其實只要把你的手機裡面的GPS功能打開 它就隨時幫你記錄了 而且甚至它還會知道你是坐火車 坐到哪裡,停留多久 每一段每一段,去哪邊吃東西,花了多久時間 甚至連步行都會顯示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裡面的話 第二天的話,其實我們也是一樣 就是到白川鄉 待的時間這邊也會顯示出來 甚至我是搭公車 其實是巴士 然後走多久路程,其實都一目瞭然 比如說我回來之後,我想要寫一篇郵寄的話 我只要參考一下 我到底 那一天到底停留多久 我馬上可以恢復 栩栩如生 一下就可以知道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另外的話,我還會輔助另外一個工具 就是Google的相片 這個Google相片蠻厲害的 它會按照時間軸 幫你做安排 而且Google的相片還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你照相的時候 它也會把你照相 時候的GPS位置 幫你記錄在那一張相片裡面 所以我只要把那個相片傳到Google雲端上面之後 它也會分析 你這張相片是什麼時間 在哪裡拍攝的 OK,而且甚至裡面還有一個功能還蠻棒的 它可以做臉部辨識 比如說你要做 找某一個朋友 他在你的相簿裡面出現的 相片在哪裡的話 其實也可以馬上出現 這個功能我覺得還蠻棒的 所以諸如此類我上禮拜有講過 這些功能也許都可以派上用場 本來其實我想說 請各位就是 練習用Google地圖 不過 這個可能 再看看 也許第一個 最重要還是雲端硬碟 Google的地圖 跟Google的相片 另外的話 我當然還有 之前有跟各位分享 另外一個就是Google裡面有個就是 在這邊你的貢獻 它有個在地想導 的一個 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當然目前它只是評分 目前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 我 我目前 星星 這個星星還蠻特別的 這個星號 表示說你現在的等級是多少 也就是說你現在 星號假如說最高等級是第10級 不過目前我已經是第9級了 之前 好像有跟各位講過 目前我已經 在這上面評論了 790折 每一折大概都 大概都這麼長 你有沒有發現把它當 一個郵寄來寫 每一個每一個 去哪邊 所以 每個地方去過我會把它再做個紀錄 另外的話我也放了 總共1萬多張的相片 總共有 1900多個觀看次數 你有沒有發現我去過 上面都有觀看 而且它會顯示出來 目前當然 就是僅限於我喜歡把一些照片 把它上傳 分享給一些朋友 但是 將來會不會有一些商業用 比如說像YouTube一樣 YouTube上面比如說你看影片之後會有一些 獲益 我不敢去想 不過也許將來會有 開廣告 有可能 但 但目前沒有 可是之後我覺得應該會有 因為鼓勵別人做一些 分享 創作者 所以像YouTube也這樣 每個月也會有一些獲益出現 至於多少 大家也不算少 一個月我至少也有 一個5-6千塊台幣 在廣告獲益 OK 好那這部分的話請各位自己在做練習 也就是說在Google裡面 至少 你要熟悉的就是 像這個雲端硬碟 Google地圖 Google的相片 另外最好是說 也可以在生活裡面記錄一些YouTube 就是說你可以建一個頻道之類的 這個我想 就是延伸性的多多去了解 接下來的話 再來就是說 其實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為什麼 我們這門課要這樣設計 其實有幾個 重點就是說 未來的趨勢 我好像 上個禮拜我跟各位講 ABCDE的相關的 新的科技 其實新的科技 就象徵著新的機會 也就是說你將來 你要能夠 把這底下的東西 盡量都有相關的概念的話 那你將來在就業上面相對的也能夠比較符合 企業要用人才的這種需求 OK那比如說 至少我們剛剛講的就是雲端 OK所以盡量把雲端 雲端 你會想說人家可能問你說 那你對雲端有什麼了解 目前你有用到雲端哪些功能 那你可以講得出來嗎 有沒有剛剛我們不是用那個Google表單 Google地圖 Google的相簿 還有像YouTube其實也是雲端的功能 OK還有其他更多的 如果你這些都已經會用 而且用得非常的熟悉的話 相對的你其實就是 第一個你在企業上 用人的這種標準裡面 你算是已經達到第一個標準了 第二個標準說你會不會使用這個大數據 做一些相關的分析 其他還有像AI 還有像影像辨識 不過這個影像辨識可能會牽涉到程式部分 你說這個影像辨識能夠做什麼 其實這個影像辨識就是到處都有鏡頭 像機器人也有鏡頭 他可以隨時知道說 你 到底現在做什麼 像現在用的最多的像什麼 車牌辨識 比如說你去停車 車牌辨識或者說像一些保全系統 像諸如此類 或者像現在手機上面有一些什麼 辨識說 這個是不是使用者在使用它 諸如此類的 還有像電動 這些其實都是新的科技 所產生的新的機會 那 這些的話 我們今天就要接著來看 有關那個新的大數據的 應用部分 剛剛有提到就是 就是 這邊有一個文書 我們是進到我們的雲端上面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剛剛有同學遇到一個問題說那個擷取 畫面可能會有問題 其實我剛剛有把一個 影像擷取這個 這個軟體放上去 如果說你剛剛擷取失敗的話 或許你也可以用這個軟體 把它解壓縮出來之後 那這個 這個好處就是說你可以 假設你要擷取 不用按Print Screen 你就把這個 這邊不是有虛線 點它一下 你要的這一塊 選起來 拖拉放開 它就幫你截取 那你就直接把這邊按右鍵 這邊有Copy 貼到Word就可以了 如果剛剛你複製那個功能失敗的話 也許你可以用另外這個軟體 我把它放哪裡呢 放在那個我剛剛雲端上面這邊 你就直接把這個下載解壓縮就可以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那待會再來看有關那個 這個文書 這個文憲處理自動化 我們用那個Excel來做解說